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又胖又萌的外形早已成为安禄山的保护色 所以即便杨国忠说破天 唐玄宗始终不肯相信安禄山会谋反 虎豹不堪其义 人心隔肚皮 杨国忠没招了 只好对唐玄宗说 你要是不信啊 咱把安禄山叫到京城 他要是不敢来 就说明他心里有鬼 让杨国忠没有想到的是 唐玄宗这边一招呼 安禄山那边呢 就屁颠屁颠地跑来了 气氛有些尴尬 一到京城 安禄山就向唐玄宗哭诉说 爱牵刀的杨国忠天天想害他 陛下不为臣做主 不如白摊卖红薯 唐玄宗见不得胖子受委屈 为了安慰安禄山 不但将杨国忠批评一番 还给安禄山升职加薪 没有理由也会相信 没有力量也要保护的胖子 阁下难道没有吗 安禄山确实想谋反 但由于唐玄宗和杨贵妃对他太好了 所以他并不打算在唐玄宗生前谋反 但由于杨国忠步步紧逼 安禄山这才不得不考虑提前谋反 我说我不反 你非让我反 反了 你告我去了 没过多久 有人发现安禄山已经开始准备造反 连忙上报给唐玄宗 由于唐玄宗被安禄山灌了多年的迷魂汤 所以仍不信 更可笑的是 唐玄宗还把报信的人绑成粽子 交给安禄山处置 我夫子喝卤水 明白人办糊涂事 有一天突然从前线传来一则爆炸性新闻 安禄山与小伙伴史思明反了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唐玄宗瞬间石化了 特别的景气送给特别的你 由于是安禄山与史思明联合造反 所以这事被称为安史之乱 造反的都需要找一个看似正当的借口 那么安禄山的借口是啥呢 奉旨讨伐奸臣杨国中 诶 借口找得好 造反没烦恼 听到安禄山造反的消息后 杨国中是啥反应呢 高兴坏了 看吧看吧我没骗人 你是疯了还是杀了 此刻唐军已经很多年没有打过仗了 估计兵器都生锈了 所以一开战 唐军立刻被安禄山手下的精兵强将 打的是落花流水 不久安禄山一举拿下东都洛阳 安禄山见洛阳的宫殿太雄伟壮观了 不称帝 简直对不起这么气派的宫殿啊 于是安禄山剑阅称帝 并且定督洛阳 国号为大烟 我是安禄山 我为大烟代言 很快 安禄山的大军又一路杀向西都长安 吓得唐玄宗连忙带着杨贵妃等人 逃往四川避难 向前跑 迎着冷烟和朝霄 生命的光阔不离寂寞难 怎能感到 你与他无法让我们归地羞扰 当唐玄宗走到马维一时 随心的将士们心中的怒火 比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三昧真火烧得还旺 为啥呢 因为他们本来该待在长安城里逍遥快活 却因为杨国忠逼得安禄山造反 他们不得不背景离乡 过起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 将士们越想越来气 结果引发一场兵骗 怒气冲冲的将士们抓住杨国忠 将他大卸八块 咎由自取 此不足惜 杀掉杨国忠后 将士们仍旧不肯散去 为啥呢 因为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哥哥 他们担心日后杨贵妃会替杨国忠报仇 为了避免杨贵妃秋后算账 将士们请求诛杀杨贵妃 贵妃不死 拼变不止 如果不杀杨贵妃 恐怕连唐玄宗都要命丧马为义 唐玄宗迫于无奈 只好让贴身宦官高丽氏 将杨贵妃勒死在佛堂中 史称马为义兵变 宝贝对不起 不是不爱你 是我无能为离 当唐玄宗还没有从 失去美人的伤痛中 走出来的时候 他却突然又失去了江山 他为何会突然失去江山呢 咱们下集再讲 暗史之乱之所以会爆发 唐玄宗要负很大责任 就是由于他纵情声色 懈怠工作 这才导致统治阶级腐化 奸臣争权夺利 给了安禄山壮大的机会 如果不是唐玄宗一再宠信安禄山 并且让他兼任三大军区总司令 他有起会有资本造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